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现在在古顶街六十项 今天要来造访这附近的历史古迹 在古顶街福州街转角的这个区块 就有超过十栋以上的日式建筑 被登录为历史古迹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点 在日志时代属于千岁钉高等观测群 现在都属于台湾大学的宿舍 我今天就从古顶街六十项出发 探索这个区域的历史古迹 古顶街六十项二号 老国别有开放的参观 我们去隔壁洞看看 隔壁是东美院 应该是有对外开放 不过目前还没有营业 东美院 这是以前台大方东美教授的寓所 东美院的对面 这边也有三栋日式建筑 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时 新建的三栋独栋宿舍 属于大学最高主管官社 现在门牌是福州街 20号 22号 26号 我绕到福州街 从正面来看看这三栋日式宿舍 这栋是福州街26号 26号对面就是进气部 福州街22号 福州街20号 这里是福州街 古岭街十字路口 我回到古岭街60巷了 古岭街的对面 那边是台湾银行南菜园日式宿舍群 是令古姬 现在正在整修中 从巷子这边进来看看 南菜园日式宿舍群 根据资料这边总共有9栋 分别坐落在南昌路二段二巷 24681012号 还有古岭街八十一巷 468号 总共9栋 南菜园日式宿舍群整修完毕之后 这里的规模应该不会输乎 齐东街日式宿舍群 也不会输 京华街的龙井时光生活园区 日式宿舍群 日本东京的传统日式建筑 绝对比台北市多 不过如果以多样性来讲的话 台北未必会输给东京 主要是因为东京市曾经历经 关东大地震 还有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 所以很多传统日式建筑都已经消失了 后来也有一些日式建筑随着经济发展 也都拆除改建为大楼了 台湾因缘际会 当初从日本人手上接收的日式宿舍 历经几十年 一直是作为公务人员的宿舍 所以都没有改建 才能够造成今天台湾能够看到这么多样 而且数量不少的日式建筑 还保留在台北市区里面 这边有一条小巷子 可以从这里去看看南菜园的其他日式宿舍 我现在离开这个区域了 前往下一站 南昌路一段福州街街口 市令古迹 原台湾军市令官社 是由日籍建筑师 深山松枝柱设计的 是河阳并制的建筑 现在有举办展览 明治维新 日本近代艺术名家特展 陆军连移厅 陆军市令部台北办事处 今天好像有人在办喜宴 旁边这里是雅各书院 我这里是有咖啡茶饮青食文创展览奖座 这边有通道跟宴会厅连结 明治维新百画齐放 这是收藏家策展的黄东铭先生 紫阳花创作于明治时期 这是数位版画 这是户外雅座 哇 没想到 顺利人将军官邸里面 有这么棒的一个地方 顺利人将军从民国36年入住此处 一直到民国44年 发生事件之后 他才离开这里 当年如果不是美国人 那么看重他的话 我想孙将军也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了 我现在离开孙利人将军官邸了 继续步行福州街 前面那边还有一栋四顶古迹 福州街11号 哇 正在整修 福州街11号日式宿舍 原为总督府韦石国籍祭司 设计新建的自用住宅 是罕见的两层楼日式住宅 后来成为国立师范大学校长的宿舍 现在作为台湾师范教育馆 市令古迹 正在整修中 只要以后有机会再造访了 对面巷子里面有一栋台大宿舍 去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一栋吧 市令古迹 代言会寓所 修复再利用工程 台湾的许多老建筑 就像代言会寓所一样 好像住在交付病房 努力的抢救回来 现在是市令古迹 所以应该 恢复原状应该是指日可待 我现在要继续走这道巷子 前往南参公园 南参公园前身是日子时代 第四任台湾总督 额域连太郎 在南门外兴建的一栋别墅 他当时把他命名为南菜园 现在已经消失了 不过公园里面还有一点点历史遗迹 我们去看一下 南参公园就在对面 额域总督的南菜园别墅 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是北白川公大飞殿下御歌碑 建于1941年 这里有玉歌碑的简介 明至34年10月27日 台湾神社举行正座祭 已故的北白川公仁九卿王妃 父子殿下来到台湾 并参拜一日举行的大祭 然后于10月29日 立临南菜园 当时大飞殿下做了这首玉歌 是与额域元太郎总督 后来日本政府在昭和16年 建立这块纪念碑 现在这块骨碑就像砍在南福宫的墙壁上 南福宫 妈祖庙 这里有南菜园的简介 南菜园是台湾总督额域元太郎的别墅 我现在离开南菜公园了 走回古顶街六十巷 去看看东美院营业了没有 古顶街是台北市走旗著名的旧书街 哦 这里还有一家 书香城 1974年 台北市政府整顿四隆 就把这边的旧书街 商家都签到光华商场V1了 所以我后来比较熟悉的是光华商场 地下一楼的旧书街 哇 传记文学 我读到了资料 当年古顶街有270家书店 后来有268家搬到光华商场地下室 只有两家留下来 所以现在想看当年古顶街 旧书街的样貌 只能从老照片里面去追寻了 现在即使光华商场地下一楼 好像也没有什么旧书店了 回到古顶街60巷了 看看东美院开了没 现在上午11点10分 东美院已经营业了 通常市令古迹是可以参观的 东美院 哇 好优美的庭园 刚遇到餐厅的员工 他说欢迎进来拍照 我今天的旅行就要在这么优雅的庭园 跟各位说再见了 我今天旅行走过的路线及景点 我会标示在Google地图上面 地图网址连结 这就是它邀请进来拍照 请进来拍照 我感谢 ہی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